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副伞位打开 导致该士兵从1200英尺约365米高空坠落 但仍有心跳 目前在抢救中 据台媒报道 台军汉光演习士兵操演中部反空机将科目 于17日上午进行预演 一名模拟红军的特战伞兵跳出机舱时 伞具没开 从1200英尺高空快速摔落清泉港机场 这名勤姓士兵跳出C130机舱时 珠伞没开 副伞也没吃到风 呈现自由落体衰落 目前已送往无期同赠和医院 正进行开凶手术抢救中 台防务部门17日表示 上午6时许 台陆军特战指挥部 特三营秦姓上兵 在台中清泉港 执行反空机将跳伞操演时 发声主 赴伞未开意外 已紧急送往台中同赠和医院急救中 台防务部门负责人言得发 已指示台军参谋总长李喜明率项目小组 前往调查照案原因 台防务部门强调 依通令要求各部队 落实各项安全防险检查及人员教育 确保演讯安全 避免类似案件再次发生 据报道 台军汉光34号演习 预计于6月4日至8日进行士兵实弹演练 分为四大科目 分别为海空联合作战 北部反登陆作战 南部反登陆作战 以及中部联合反空机将作战 在中部联合反空机将作战科目上 台军主要模拟解放军空降清泉港机场的反制能力 并首度将民间后备能量纳入演练范 包括无人机 UAV侦搜 跑华道向修 只管通信中断被援 强化后备战力 结合万安演习等 这项操演也被列为台军汉光34号演习 开放参观采访科目 预定于6月7日7时30分至92时分 在台中清泉港基地 实施联合反空机将作战演练 台军陆军地面装甲部队 与模拟红军的航客不散兵 已预演多时 海外网江书役 本文系版权作品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海外事业 中国立场 登陆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 海外网www.pionet.cn或海客客户端 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